有一个朋友好几天心里不痛快有烦恼 就找了个酒店点了一桌好酒好菜 吃着冲着肚皮发胀 喝着晕晕乎乎 突然发现全包没有带 于是他打电话给医院的一个同学 因为这个同学在医院的急救中心当医生 他说兄弟啊赶快帮我送点钱过来吧 我没带钱呢 同学跟他说 你现在听我的话做 你现在马上捂着肚子趴在桌子上等着 我马上就到 一会儿 这个同学穿这个白大褂坐着救护车就来了 翻了翻他的眼皮 跟那个饭店的老板说 哎呀 好像是食物中毒啊 马上给他打吊瓶 指挥人用担架把他抬上了救护车 把饭菜吃剩的一些半瓶酒都全部打包 说我们要取样调查 老板一听着急了 赶紧往这个医生口袋里塞了一千元钱 说这是医药费 老板 我现在离不开 你们陪他到医院去吧 上车后 同学就把吊瓶拔了 跟他说 同学啊 你还装得真像啊 我没有钱借给你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打个包回去 没喝好 接着喝 没吃好 接着吃 我值班了 就不陪你了 这是白痴啊 还动小脑筋啊 现在的年轻人 只要有利益 什么办法都敢想 所以要让青年人 好好地学佛念经 改变心态 你看看心灵法门 多半以上都是年轻人 这个佛法就有希望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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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